這會被影響,譬如說它現在變成是白色的話 它因為開了陰影就會變得比較慢,這邊起動之後會變得比較慢 那這邊它會影響到那個色溫,譬如說我們現在裁成D65 D65它就是一個色溫的設定,這邊會變得白色 那就看你需要什麼,就是我們可以是暖色料跟冷色料都可以 它就會影響 所以接下來我們講一下就是這邊的這個桌子 它這個桌子你可以到這邊範例用的也可以就是到你自己的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系統 它大概就是用一個鋼琴然後再提出,先提上條件再提出 它有兩款Type,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提供一個就是比較簡單的做法 然後這樣 先孤立嘛對不對 所以它會有 我們先使用長方體做嘛對不對 那大概的長度是500,然後寬度是大概850 然後高度差不多是900 這樣子看一下 然後這個 這個高度啊你可以是 把它自己走的高度是大概10公分吧 好 那高度往下一點點 大概850 這是一個長方體嘛對不對 現在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你先用門舉行 然後再把它提出也可以 那如果你是要用那個長方體做的話 你就按一下右鍵選 然後選反方的可見極度邊性喔 然後你回到這個 像是圖上面去選這個邊線 第二個邊線 這樣空選喔 它空選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有四個 四個鍵都選到嘛對不對 然後再右鍵 切腳 這邊選邊線 那你如果這個 邊數越來多的話 這邊是淵密喔 打勾 對不對 這樣就很像了對不對 然後呢 你在最後按 這個多邊形 選 第一個邊跟第二個邊 按就Ctrl選 然後在右鍵選 插入 大概是20mm 然後你可以在網內 按一下右鍵 這邊往內擠出喔 複數的擠出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四方拉大一點 然後這邊就會有個分離嘛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分離 按確定 你這樣改顏色之後呢 它其實就分 分離成兩個物件喔 好然後最後下面 這邊這邊再做一下 做一下幾桌喔 右鍵插入嘛對不對 然後再擠出 這時候就是正數的100這樣 這樣做好處就是說 呃 它其實是一體的啦 這一體的 你不用再去做發現喔 好所以這個做好之後 你可以 拉進來這邊用 那這樣 然後你可以就是 做一些 複製啊 好 然後像這種單板嗎 欸 我們這台沒講對不對 這個講一下 這個應用就是用線段去應用喔 大概 我們會先做這兩間的這個 這個東西 它有兩種做法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第一個你用還是用那個 呃 用那個長方 用長方體 或者是你直接用矩形拉起來也可以 好長方體然後 大概拉成20x20 都200齁 好像這樣子 然後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會有一個叫做追體化 喔 金隔啦齁 它可以幫你去做一個就是 就是幫你把形體變成是一個 嗯 行價化的一個狀況齁 譬如說像這樣 那你可以這樣做也可以不要這樣做也可以 因為它這個 應該是說它 它這個 應該是說它 比較不準啦齁 就是你沒辦法去設定 好 那第二個呢你可以就是用 用線段齁 用線段 那這是第一種做法 然後第二種做法呢 你可以用就是直接用矩形 矩形拉一個200 這樣子嘛對不對 然後你去做一個 渲染導射 這樣子 然後再往上20公分 再來這樣 然後然後再 旋轉複製嘛 按住Shift的旋轉複製 然後然後我們記得要把這個 按一下右鍵喔 轉換可編輯一樣表現喔 然後選第二個把上下這兩個殺掉 那就得到一個只有邊框嘛對不對 這樣插進去 那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它的 你會有面會重疊嗎 好 差不多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再複製一個 好 它其實得到的結果是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它的邊線會有點問題 這邊 那其實你如果是大面積的話 這樣做也可以 就是 看不太出來 因為你通常是遠看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是用邊線去拉 或者是你用那個什麼 像如果像這種做法 你就用方形去拉 長方形去拉也可以 它可以直接掌長度嘛對不對 1600 比如說2000 那我就是說你可以做 直接做分段喔 這樣 比如說像這樣 這個分段 比如說像這樣 然後你在最後再加個金額 好這樣就是 就是瞬間就可以做出 那個 類似行價的東西 但是其實不太像啦 他說不太像是因為 它這邊 呃 構造方式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 這個也很快 所以如果是要 微調的話 就是你必須要 在這邊再加線 在這邊再加線 所以右鍵 反而為可邊級多邊型 哪類 方選這些的面 你可以就是方選 然後右鍵快速切片喔 它這個就是 它是 應該是說它是 一種快速切片工具喔 有沒有 然後切齊 它可以增加一些這個面數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達成你想要的一個 那個切片效果 這個蠻快的 這蠻快的 那另外一個這個 另外這種 這種方式啊 你就是一樣就是要用線段去畫 欸或者是用矩形 然後就是慢慢把它聽起來 然後就是慢慢把它聽起來 那我就是會用本來這個 這個東西去拼啊 這樣子 動作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費工喔 太像這樣了 太像這樣了 好 最後再 加個 斜線 這個就比較複雜一點了 看大家同學可以 如果自己 用地想要做的方法也可以喔 都可以 好 大概也是同樣的效果 那我都是用那個 關聯性複製喔 這樣子 那我都是用那個 關聯性複製喔 這樣子 好 好 所以結束之後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最後注意之後 還有在 最後就是 狂選之後 再塌線 然後換個顏色 好 大概像這樣 它也有做法也是 有 像這種圓形的 也有這種鋼型的 都可以 好 那圓形的話就是你在 線段的時候 渲染這邊選 就是選 鏡像 好 那就變成圓形了 好 這樣也是可以啊 好 然後 再 再 再用線段去連喔 然後 再 再 剛好 再 一 都可以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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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你過來 這也是航架另外一種方式 它這好是說你可以直接調那個粗細 就是它你如果複製的時候都用實力複製 它差不多是這樣子 最後再做插件 這樣比較有管理 這個兩個你們練習一下 大概注意一下尺寸 然後你們做好之後 可以把它搭在你的天花板上面 你看這個展場大概是這樣 天花板然後地板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桌椅 主要部分是這樣 那給你們練習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航架做好對不對 我們把它移到移過來 看一下 其實就是參照左邊的這個 所以說會有上面的問題 然後你可以加它 它會產生一個厚度 它會這樣產生厚度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有時候這樣陷來會有問題 對不對 好貼上 所以我們天花板就完成了 然後像這個啊 像這個東西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 當時 然後再編輯一下表現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上鍵一個曲奇 然後右鍵轉換回合編輯樣表現 對不對 然後選第二個 它這邊要做的就是 你先把這個 界面拉開對不對 然後這邊它會有一個叫圓角 它會幫你切圓角 然後選第三個 第三個線段喔 然後整破線 最後再擠出一下 結束隔離嘛對不對 那這個如果太 太大不符合的話 你就把它稍微減少一點 然後回去編輯一樣表現 大概這個 上面是在 大概是在這個 這個格紮的下面 或者是這邊喔 好 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像這樣子啦 就是 把它做成一個 像空間一樣的 然後這外面 這個看你要不要啦 就是 可以拉掉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做一個 就是像這種廣告看板 那它我們是這樣做 我們直接在這個上面 直接拉一個矩形 然後稍微轉一下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半徑拉 往上拉 它會變成說導圓角 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從地板上拉起來 大概這樣 再架到這個上面 然後再提出一下 那可是你中間要挖空嘛對不對 這代老師剛剛那個方法 這代老師剛剛那個方法 你可以按右鍵轉換 對 然後再選 上面跟下面按住Ctrl 在右鍵插入 大概是8公分 8到100 打勾 那這邊有個新指令 就是你可以按一下這個橋 按橋之後呢 它就兩個面會接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以很 輕鬆的就把它做出來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會在 上面加Logo 比如說 這邊會有文本嘛對不對 所以定義Max 然後使用自動大格 它就加在這上面了對不對 然後可以調大小 那因為我已經用這個 這個渲染的那個字體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 加個擠出 然後大概是這樣 然後基本上就是 拉一個 透視 這邊可以拉透視 這個這次也 然後你可以拉近一點 這樣炫滿 來 像這樣 就 最基本的 那 其實今天 這個地板有問題 這個要把它 好像重疊到了嘛對不對 往下 這樣好 好 這樣 這樣應該好一點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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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再把你剛才做的 拉進來 這樣有點像 出方的那個 有沒有 出方的那個Logo 好 好 所以你從此又可以看到 上面這個 然後又 又可以看到 這邊 然後大概這樣子啦 你就今天做一天 大概交這一張啦 然後 我們下次再講Logo的問題 Logo跟燈光的問題 跟材質 大概是 目前進度是這樣 好 好 那畫面給你們 那如果今天還是交一下進度檔 這樣子